今日 神要做大事 今日 中國夢 美國夢 西班牙夢 各種夢 大同小異 基本上 我們覺得 活在這個世上 要出人頭地 要功成名就 要光宗耀祖 要 流芳百世 問題是怎麼達到 基本上呢 聖經給我們看到有兩條路 一條呢 叫做保留自己的道路 來達到中國夢 美國夢 耶穌講了一個財主的比喻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 這個財主呢 他的夢想實現 從一個小公司 更多的分公司 國際公司 國際公司 是不是 但之中呢 耶穌警告說 如果神今日 要你的靈魂 如果你今天 就要離開這個世界 你所寄存的一切 歸給誰 你最後不是白馬一場嗎 所以耶穌的結論 這個比喻說 你為自己 保留自己 為自己 打算積財的 至終 在人面前很成功 但至終在神面前 卻 不是一個真正 富足的 另外一條道路 是門徒們 來問耶穌 他說啊 我們 不是基存 保留自己 我們為你 為你的福音 我們撇下了一切 船也沒了 魚也沒了 魚網也沒了 什麼都沒了 值得嗎 我們最後的結果 會如何呢 耶穌說 God is no one's dead 你把這些拜下 神不會欠還 你必在今世得百倍 在來世得有神 不過呢 還有一個加上去的佐料 要受逼迫 耶穌說 你保留自己 救自己的命 最終會失去 但相反 你為福音 為耶穌 擺上自己的 撇下自己的 至終的 卻是真正 夢想 實現得救的道 在今天我們剛才 讀的這段經文 路德基第四章 一到十二節 我們就看到 有兩位自盡的親屬 兩位買輸者 他們選擇 兩個不同的道路 一個保留自己 一個撇下自己 就是 路德基第三章 我們看到呢 智慧的媒婆 馬恩 勇敢的 勇敢的 提親 路德 是不是 但是呢 結束的時候 我們知道 好事都多 沒有錯 所以說 波阿施呢 在第三章 答應路德 做他的 買輸者 做他自盡的親屬 是不是 但是他說呢 還有一個 比我更近的 更有資格的 噢 但是我發誓 向神發誓 他說 我一定 要嘛那一位 會買輸你 為你有一個出路 要嘛 我也一定會 盡我的本分 做你的買輸者 所以呢 在三章的最後一節 他的婆婆拿了你 像個女仙子 就發預言了 是不是 三章最後一節 女兒啊 安坐等候 看這是成就 因為那人呢 今日 如果不辦成這事 絕不休息 他一定 今天 就會辦成 所以我們來到 第四章 剛才所讀的經文 第九節 第十節 同一個字 出現兩字 今日 今日 我話是說 我確實 辦成了這事 你們都是 我的見證人 長老和眾 看到沒有 波阿施 這一位買輸者 這一位 致敬的親屬 他完成了 救贖的工作 在第四章 所以這裡我們看到 第四章是充滿喜樂 讚美 歌頌因為呢 雙喜 你們打個雙喜 一到十二節 我們看到 路德 這個寡婦 終於在 新夫家 得到了 平安保障 四章的十三到二十二節 最後 我們看到 拿厄 這一位 婆婆 終於呢 寡婦原來 死了兒子 一點指望都沒有 有兒子了 是不是 以利米勒這個家 在第一章的時候 家世衰敗 丈夫死 兒子死 就要在以色列家中除名了 但是呢 我們看到第四章 他的土地被贖毀 家世得以重建 皆大歡喜 但最重要 最後歌頌的 不是路德 不是波阿什 卻是 佔了這位上帝 他是那一位 後面的導演 整個路德基 是他在做最後 為拉厄離開的 俗俗之士 救俗這個觀念 在路德基稱作 自禁的親俗 這位親俗做的买俗這件事情 短檔的四章 經文裡面用了21次 這一個 狗艾爾 救俗者 买俗者的這個 是 第一次是在二章20節 當哈爾維 聽到路德回來說 在波阿斯的田裡面 哇 他對他這麼好 帶了這麼多的大脈 他說 這一位波阿斯 不是別人 就是我們的 狗艾爾 就是我們的 自禁的親俗 最後一節 提到 這個 買俗者呢 是四章的十四節 是 摩利坑的 婦女們 對 阿米說 神流天下 沒有給你 預備一個 自禁的親俗 好 冬天呢 我們看到另外的七次 是在第三章 拉厄米 路德和波阿斯的 對話當中 然後 用的最多的是 在我們今天 所看的這段 經文裡面 四章的一到八節 用了十二次 基本上是 兩個 近親的買俗者 在那邊的 對話談論 買俗的事情 我們上次提到 一個 自禁的親俗 看到 親人 遭難的時候 他的責任 土地 失去了 窮到 賣了土地 要把他買回來 親人 被謀殺了 要為他伸冤 親人 落成 奴隸的光景 要把他得自由 如果呢 沒有後代 要嘗試呢 使他再一次的 有後代 以至於他的命 不至於 在 主婦當中 就永遠達死 是不是 為什麼 神 在律法裡面 規定 要求 親屬 有這樣大的責任 對他的 親人 因為 因為 我們的上帝 就是這樣的 上帝 上帝就是 在聖經裡面 這一位 自禁的親屬 他和他的百姓 就是這樣一個關係 首先我們看到 是在 出埃及記裡面 上帝 把以色列人 從埃及人的奴隸當中 拯救出來 他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 自禁的親屬 所做的事情 出埃及記六章六節 或是一句話 是 救贖你們 買贖你們 從埃及人的重担當中 容易當中 買贖過來 而在 旷約裡面 出埃及記十五章十三節 他的指愛 帶領他 所贖的 買贖的百姓 他的能力 帶領他們 進入到他的面前 來到他的聖書 上帝是我們 自禁的親屬 但經過這一個 買贖的行動以後 讓我們和他的關係 更親近 他拯救了 以色列人 帶到西乃山 立約成為 我是你們的神 你們是我的本身 更親的關係 親屬 變成更親 自禁親 變成更親 是不是 同樣的 你看 瓜斯 買贖路德 過去是他的 親屬 現在成了他的什麼 丈夫 是不是更親了 所以在 買贖這件事情裡面 不是一個陌生人 在做的事情 是一個 近親 同樣的這個 買贖之後的關係 更親近 所以聖經裡面講到 這位上帝和他的百姓 就是這樣一個 越來越輕易的關係 他不單拯救整個的民族 他也是你我個人的 說 購買贖者 雅各在《創世紀》48章12節說 我的一生 就是這一位 買贖我 救贖我 脫離 一切灌難 一切花的石子 上帝 去讀《創世紀》 雅各的一生 辛苦啊 他說 就是因為 他是因為 我的救贖主 帶領我 脫離了一切的灌難 剛才詩歌說 唱的是不是 約伯 在他受這樣大的災難 什麼都沒有 最後連自己的健康也沒有 是不是 什麼都沒有 但是在《約伯記》19章 他說 我知道 我的狗愛 我的自信的親屬 我的救贖主 他仍舊死活著 我不憑著信心 我不憑眼見 憑著眼見 哪有什麼救贖主 他在哪裡 看你落在這樣的宮廷 神在哪裡 他活著 有一天 我要與他面對面 十天六十九天 詩人說 把我從我的仇敵當中 輸回來 執行這個資金的親屬 買書的工作 以賽亞書44章 到了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 進了應許地 最後失去了應許地 被掳了 但是應許 有一天 以賽亞書44章 22的二十四節 我要再一次把你們贖回 這時候的贖回 就不單只是從災難中 人生的天災人禍裡面 贖回 特別提到的 我要除去你們的過犯 我要除我你們的罪孽 也談到他要把他百姓 從罪惡當中拯救出來 這一種的買書和拯救 不單是人生的災難 而始終是人生災難的源頭 就是因為人離開了死 罪所帶來的咒詛 當中也拯救出來 從罪和罪的咒詛當中的拯救 這就成為整個新約 耶穌基督的福音 這個redemption 俗叫買書 一個重要的背景 耶穌說 我來不是要受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並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什麼 俗叫 我要做資金的情緒 買書這些的百姓 這一段經文第四章的一到十二節 有三個段落 在筆信息的大綱裡面 一到六節 我們看到郭阿師 怎麼樣取得了買書權 然後呢 七到十節 他怎麼樣行使這個買書權 做一個資金的清楚 是不是 然後最後呢 十一十二節 我們就看到了 眾人長老們 他們好像呢 在這個wedding rehearsal 他們是fire 他們就在那邊 歌手佔領 這一個買書 成功 終於 我們盼望的 這對新人 是不是 郭阿師和路德 能夠結成夫婦 第一節 提到說 郭阿師來到這門口 恰恰 那一位比他更近的 這位親屬 剛好經過城門路 他說 某某啊 你就來 坐下來 我們有事情要辦 城門 口 是在古代 辦重要的事情 所聚集的地方 第二章 第二章我們看到 路德恰恰 來到 郭阿師的田 第四章我們看到 郭阿師恰恰 碰到了這一個 更近的親屬 都是恰恰 都是恰恰 您記好 這裡告訴我們 人生的恰恰 其實都是上帝 在後面 做主導 彰顯 上帝 至終 是他在安排 整個的事情 但從人來講 好像是 今天運氣不錯 啊 這位比我更近的親屬 沒有出差 沒有Vacation 他恰巧 更近我 城門口 所以我今日 可以辦成這個版書的事情 有位姊妹問說 剛剛開了新公司 要不要去 過去這個風水看命呢 有點是弱 現在比較 有這個 要看紫維斗樹 看易經 需不需要 信了上帝以後 還需不需要 算命 紫維斗樹 看易經 我們前面 生醫師父 辛農 啊 孩子 考不考得上 考大學 生幾個 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 如果你認識 這一位上帝 他完全的主權 只有他知道 他計劃 他主導我們的將來 別浪費錢 別浪費金幣 別浪費金幣 去找那樣是好的 有時候還被騙 在這一段經文 四章的一到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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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四章的六節 地藥可以買回來 我騰 但到了第六節說我不騰了 為什麼 關鍵在第五節是不是 過阿斯給他一個警告說 你買這塊地 同時你必須呢 取這個摩亞為止路的 要為我們的親屬伊利米勒留後代 第四節的時候 只買土地 這是good deal 因為你買了以後 大概馬俄里 已經過了生育的年齡 生不出來了 所以至終這塊土地 大概是屬於你的長期投資 是不是 雖然你要支持拿你的生活 但是呢 你的生產一定超過了 你要支持的分量 一個窮瓜夫能吃多少 是不是 好good deal 我願意 但是如果一取這個模樣的名字 那就麻煩 他年紀輕輕了 哪不知道生一個生兩個生幾個 不知道 雖然過去的紀錄他十年沒生 不過你男生 可能生了 你生了以後 這塊地啊 就回給他 伊利米勒 不再屬於我了 而且他是 摩亞女子 是嗎 Chinese 你知道嗎 你要不要 所以呢 他說呢 這樣的話 對我的產業 是沒有問題 他基本說 這個麻煩的行動 代價太高了 他無故以利米勒的名 他們家族的名 到最後呢 他自己的名也沒有了 他就在聖經裡面叫做 摩摩摩 買書籽 摩摩摩 我們不知道他是誰 他叫摩摩摩 那相反的七道十節 我們看到這一位布阿斯 有名有信的布阿斯 不管代價多高 他執行他的買書權 是不是 七道九節 這個脫鞋子的意思 基本上呢 就是說 誰鞋子所踏的地方 那個就是屬他的 原來這個鞋子 是給這個更近的買書籽 他脫下來給布阿斯 所以布阿斯穿上去踏這台地 都是屬他的 把拿厄米伊利尼勒家的土地 輸毀了 是不是 然後呢 九到十節 迎娶路德 你看到他迎娶路德的動機 不是因為他愛路德 路德美 路德賊 是不是 他說呢 我娶路德 最終是執行我買書者的責任 以至於我們親屬以利尼勒的家 他不至於滅沒 沒名嗎 沒有後代 他去為別人的名 別人的後代著想 要重建 以利尼利尼勒的家世 雖然他們遭災遭難 落到一無所有 落到滅亡除名的光景 但是呢 他買書這個 是為了 要使他們 全家 能夠重新的建立 能夠買書回來 好 這裡我們看到呢 路德記第一章和第四章 開頭和結尾 給我們看到兩個對比 要我們去思想 第一章我們看到路德和另外一個媳婦的對比 是不是 都是摩押媳婦 一個捨不得拉爾姆回到了 伯利尼 一個回去了摩押帝 到第四章我們看到兩個人 都是有值得做買書者 一個是有名有姓的瓜子 另外一個是某某某的買書者 很多時候呢 我們想這件事情 其實呢 我們覺得 這個媳婦所做的 這一個某某某買書者所做的 他們是合情合理 不是嗎 他們也盡了他們的本分 也願意 只是呢 代價太高 是不是 相反的我們覺得呢 雖然路德和瓜子所做的 這一種的hasit 這一種的慈悲 恩慈 這一種的愛 我們覺得呢 我們覺得呢 在今天這一個 某某某某 拼死拼活的世界裡面 這種 為別人造想到自己呢 甚至會 這種太不切實際了 要求太高了 也許讓這些 比較屬靈的 比較委身的 比較認真的基督徒 讓他們做 我們只要 合情合理的 做基督徒就好 不是 做教會的位友 下個禮拜有期 九個傻瓜 決定要加入教會 你知道加入教會是嗎 不是 九點鐘就要來崇拜了 哦 不能睡懶覺了 又要奉獻啦 又要傳福音啦 要禱告啦 要侍奉啦 照顧孩子啦 還有停車場 還要洗碗啦 還要宣教啦 哎呦 那可麻煩 你還要不要加入 我講的啊 你看那個會員宣區 這真的叫什麼 Coverment 每次受洗入會 要簽的 那 值不值得 你知道嗎 路德和郭阿斯 他們 甘心樂意的做 你知道有愛 那 什麼代價 啊 你記得很甘心說愛 是不是 哇 有愛的話 什麼代價都擺得上去 是不是 你記得那個雅各 他愛拉結啊 七年的毛改 就像七天一樣 因為他愛 那 歐利比亞的媽媽 哦 一刻 女兒出了車禍 哇 什麼都放下 死個月 來這邊陪伴 有愛 什麼樣的代價 都算了吧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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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們的淑美姊妹 他們救急弟兄 日久見真情 這個討厭當中 見真派 是不是 陪伴 病痛的老公 原來 對 故意 代價高不高 神 愛 甚至 將他的 獨生子 賜給他 有愛 代價 帥 之 換句話說 讓我們掙扎 撇不下 丟不下 哎呀 叫我們要求 耶穌要求太高 這只是讓我們看見 我們的愛 太少 是不是 我們對主的愛 體會太少 我們就走不上 擺不下 脫離帶水的 跟著主 辛苦嗎 但至終我們要問的是 這一種 要求我們犧牲舍己 不顧代價 耶穌甚至說 你這樣的給 比那些保留自己領受的 還得更有福氣 真的嗎 值得嗎 這種的路德瓜斯的要求 是不是只是給 特殊的基督徒 值得我們之前 我們看值不值得 看最後 這十一十二節 這一些的長老 和這一些的 伯利恆的百姓 給他們的祝福 好 第一個他們的祝福是 這一位路德 這位妻子 即將要 結婚的 新母 兩種 是不是 願這位 敬禮家的這個女子 向 誰啊 向建立 以色列家的 拉傑和利亞 這兩位七組 你熟悉 創世紀裡面 雅各的家世 基本上 是靠這兩個 利亞和拉傑 是不是 建立了十二個支派 最後拿七十個人到 還繼續 換句話說 他說呢 路德 過去在 人的眼中 只是一個外邦 摩押女子 但今天要參與我們 我們有國父啊 這裡有國母 Founding mother 當然 講的 意思說呢 到底能不能生再說了 不過呢 要他多指多順 是不是 你看到沒有 他說呢 因著 你去照顧吉利米勒的家世 至終呢 我們求主 讓你的家世 就像雅各的家世一樣 透過利亞 透過拉傑 今天你的家世 透過路德 要大大的興奉 被瓜師 願意再 以法他的 亨通 套 在玻璃門的名聲裡 流明 就是 代表你的玻璃的夢 終於要實現 他是藉著 保留自己 還是撇下自己 真正夢想實現 他是在幫人 留他的名 結果呢 他自己的名 反到了大大的興奉 正向神 允許給雅各拉傑 後來給大位 上帝在聖經裡面 沒有幾個地方說 要給人的名為中文大 要賜給他大名 一個就是 雅各拉 一個就是大位 如今在這裡 遇到這位 波瓦斯 迎著他 為了 以利米勒 白燒的代價 神說呢 你的名 在國裡的人 也要為尊 為大 就像創世紀 路德基很重要 就是這個後尼 兒子 the seed 這一個 種子 因為這個跟後代很重要 沒有種子 就沒有豐收 沒有家世 沒有泥 他說呢 願這一個少年女子 要吃給你後尼 兒子 要給你後代 使你的家 如同卡馬 從猶大所生的 法勒斯的一家 這裡你又要懂 這個舊約的背景 是不是又提到 路德基用了很多 創世紀的背景 創世紀38章 RV 這個 是不是 結果呢 猶大 經過這個外邦名字 卡馬生了 法勒斯 整個創世紀 提到十二個字派當中 最重要的 不知流變 來成了誰啊 會不會離開 猶大 是不是 那個王權 最終是要從猶大出來 所以呢 亞伯拉肯的後尼 大阿衛後尼 今天提到的是 波阿斯的後尼 把他擺在 同一個 平台上 這代表說呢 波阿斯這個體動 至終他所建立的 他建立以利尼勒的架式 結果他的架式被建造 不單是他的架式 至終他的架 就像法勒斯 猶大 神所允許的這一家 將來 不只是一個家世 乃成為一個王朝 像法勒斯家一樣 法勒斯就是猶大 他兒子 最後來到大陸 值不值得 今天我們看到波阿斯 他是我們最終的 至今的親屬的預料 同樣的 耶穌 他首先 他要成為我們至今的親屬 他要取得 這個買贖的權利 這是為什麼 希伯萊斯第二章說到 他要道成肉身 他要與我們一樣 他要成為我們的親屬 以至於他可以執行 這個買贖的權利 就是 取了血肉之取 然後他執行 他的買贖 這就是 兩千年前在這個禮拜 裡面所發生的事情 他是今天的波阿斯 執行他的買贖 而他的書架 是把他自己的生命 買上 以至於可以 可以引起我們這一些 教會 弟兄姊妹 成為他的路德 是不是 以佛所書第二章說 你們要紀念這件事情 不可以忘記 過去你們像摩牙女子一樣 不得 被稱為是外綁人 跟神 搭桿子搭桿子搭桿的關係 是不是 外綁 我 我在這世上 像馬爾文一樣 寡婦死了兒子 沒有指望 沒有什麼 虛空的虛空 凡事都是虛空的 空空的來 空手而來 空手而回 但如今 卻得以清淨 靠著什麼 舍命的書架 靠著他的心 但我們如今 不再是外人客人 乃是於聖徒以色列人 就約的百姓 是同一個國 同一個家 他舍命的書架 走這條 屍體受根為有福的實駕道路 這一位今日的寡師 建立了神家 帶來了神婆 買贖了整個墮落的世界 帶進新天新地 神也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 是不是 因為他前去自己 走了實駕道路 因此神將他身為之高 給禮書第二章 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 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無不應耶穌的名 萬興歸拜 萬否承認 耶穌基督是主 榮耀輝的父親 是因為 他看到天空的血 忍受了實駕的羞辱 希伯拉如十二章 如今 他成為萬皇之王 萬族之主 坐在神寶座的裡面 十家道路 知不知 馬格福音第十章 給我們看到 兩個隊 一個是 在安拉罕的 富有的少年 青年 小民當中 他來求永生 他要做基督徒 另外 是一群 私警小民 聽耶穌的呼召 你們說要跟隨我 就要捨幾 背起十字架來跟隨我 全部白響 一個 最後 悠悠重重的 什麼 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他 產業不敗 像那個 萌萌萌的 買書整理 單假 跟隨主 因為耶穌說 你要 變賣你一切的財產 來跟隨我 但對那些門徒 願意擺下 耶穌說 耶穌說 你今世 要得 百倍 神不欠你 你給神了 神還你一百倍 而且來世 得如此 這是我們 蒙福 永生子 耶穌說 一粒麥子 若不落在地裡 死了 人就是一 但我死了 就要 這幾乎 許多人 走十家的道路 不是給特別屬靈的 不是給牧師長老 直視那些 耶穌說 若有人要跟隨我 這給我們每一個 願意信靠耶穌 總有生 但耶穌說 今世要得百倍 知道 來世要得永生 是不是 今世真的得百倍 你如果 不信耶穌 你就是 跟你的家人們 是不是 一心耶穌不得了 哇 一下子在西利斯優斯 哇 好多的弟兄姐妹 婆婆媽媽叔叔 各種 是不是 而且他不僅是西利斯優斯 普世只有一個神的家 只有一個神的教會 真正 哇 基督的大家庭 而且呢 而且呢 是更親密 比你家庭的關係 都來得更親密 哦 你可以四海文家 有一次我們附近的大神的教會 好像是兩年前的復活節 突然跑到我們教會 帶了奉獻 來跟我們唱歌一場敬拜 我們說你幹什麼啊 我們不是一個感動 啊 我們不是只是自己的一個教會 我們是 普世的教會 我們要來祝福CBCOV 所以我們呢 那天主日我們不同班 我們到各個教會區 分成小組 去祝福 沒有不同的教會 他們的教會班 很好 很合乎聖經 今世的百味 來世的永生 你我的命 永遠不會被忘記 不會泥沒 因為我們的名字 寄在天上 寄在神明策裡面 我們的淑珊娘姊妹 我們的五弟兄和牧師 趙牧師 周爾斯姆 我們沒有失去 我們只是先走 要歡迎我們 至終也要去哪 是不是 最關鍵 我們是否是一群農民 智慧黨恩國 選擇 撇下一切 中文 中國家庭教會 中國家庭教會 最近呢 發動宣教 服役不在進風國 服役要出走 在2030年 我們要大發 兩萬名的宣教士 到五天之下 穿越了 因為過去的兩百多年 有多少 將近兩萬的 西方的宣教士 來到祖母 把他們的生命 擺上 撇下一起 像戴戈森牧師說的 我若不會有 錢條命 都給祖母 錢包陰金 都給祖母 所以關鍵 今天 主同樣的孤召美 你要走永生的路 要跟隨耶穌 是否便宜說 主 我在這裡 求祢來拆遣 求祖紀念我 讓我們成為這樣一個智慧 走釋迦道路的腳步去 你們 讓我們報告 主求祢把救恩的智慧 辭給我們 讓我們在這世上 應著祢的恩典 選擇奮選祢 這條釋架 讓我們出事入生 知道我們活在世上 能夠真正的夢想實現 沒有白活 因為主 你光照我們 看我們今天 選擇 這條釋架 救恩的道路 主祢來復興祢的教會 很多時候 我們承認 我們有太多的牽掛 太多的迷惑和蒙蔽 因此我們在祢面前 沒有完全的白色 主願祢的深恩厚愛 願祢的愛 再次的來 激勵我們 融化我們的心 如果耶和華愛我們 幫助我們 我還懼怕什麼呢 幫助我們 能夠划出這信心呢 走在這十架上 十架的道路 這是這條真正有意義最終 蒙福 進入永生 以你更親密的討論 幫助我們 幫助你的教會 吹出我們的討告 奉靠耶穌基督的命 Amen 讓我們 預備我們的心 參與今天